夜晚的时刻,有点孤单 不怕,有天使陪你属星星 这样的夜晚,真的有天使陪伴吗? 当然,因为天使正在为你值夜班呢 太好了,这样的夜晚,我们称它 天使夜未眠 亲爱的朋友,平安 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 我是天天 我们今天要分享旧约圣经故事 说到以斯帖 以斯帖是个孤儿 被堂兄莫迪改抚养教育 一直听从莫迪改的话 就算他后来已经成为了波斯皇后 圣经还是说以斯帖啊 遵莫迪改的命如抚养他的时候一样 然而就在一切看似国泰民安的时候 有一位深得雅哈水鲁王喜爱的大臣哈曼 因为看不惯莫迪改竟然不跪拜他 就心中愤怒,想要屠杀所有的犹太人 莫迪改之道以后会采取什么行动呢 而成为王后的以斯帖 又怎么样来拯救他的同胞呢 一起来分享今天精彩的故事 亚哈水鲁王在位第十二年的正月十三日 哈曼召来王的众书籍 用国内各种语言以王的名义写下残酷的命令 宣告在十二月十三日 杀光所有的犹太男女老幼 夺取他们的一切财物 哈曼盖上玉玺 使这命令再也不能更改 就传令紧速通告全国 各处的犹太人看到这个命令 都心慌意乱 亚军怎么得了啊 你和我爸爸自卑 老是我们的罪 拯救拯救我们吧 以斯帖皇后 我刚进来的时候啊 看见你的亲人莫迪改 穿着麻衣 忙着会在痛哭 可是我并没有问她为什么呀 出了什么事 把哈他哥太监找来 快 我要她送衣服去给莫迪改 并问明她哭的原因 王后 我回来了 莫迪改还在痛哭 你送去的衣服 她不肯穿 她递给我这一份哈曼出的告示 已贴片了书山全城 莫迪改说 请王后仔细看完后 就赶快去见王 为本族的人向王恳求怜悯 哈他哥 你去告诉莫迪改 王已经有三十天没有召见我了 照法令规定 不论男女 若没有经王的召见 擅自进入内院的 必被处死 除非王先向那人伸出金杖 进来吧 哈他哥 王后万福 莫迪改说 你别以为自己在王宫里 就比别的犹太人安全 可以免除这场灾祸 你这时候若闭口不说 犹太人会从别处寻得解救 但你和你父家的人都会遭到灭亡 谁知道 也许正是为了这时刻 你才被安排做王后的 哈他哥 请再去告诉莫迪改 叫他召聚书山城内所有的犹太人 为我进食祷告三天三夜 我跟我的宫女也这样不吃喝 然后我违法去见王 我若死就死吧 第三天 王看见以斯帖王后 穿着巢服 进到王宫内院 站在大殿前 王见到他心里欢喜 就向他伸出手中的金杖 以斯帖便走向前摸那杖头 王后以斯帖 你要什么 就是国的一半 也必赐给你 王若以为美 就请带着哈曼 今天赴我已经预备好的宴席 于是王和哈曼 去赴以斯帖的宴席 我的王后 你要什么 即使是国的一半 也必赐给你 王若愿意 明天请再同哈曼 来赴我的宴席 那个时候 我就说明要求 离开宴席 哈曼神情骄傲地回家去 可是当他经过宫门 见到那可恨 又不弯腰鞠躬的莫迪改 就神气全消 满心沮丧了 回到家 就召朋友们来 大夸自己的财富和地位 及众多儿女 并夸口说 王后只请王和他赴宴席 明天还要请他 最后又说 只是一见到犹太人 莫迪改坐在朝门 就感觉一切荣耀 对他毫无意义 哈曼夫君 听我的建议 今天晚上 叫人立一个 五丈高的木架子 明天一早 求王让你把 莫迪改吊死在上面 然后你就可以 欢欢喜喜地 跟王去赴宴了 我的好太太 你这建议太好了 建议好 那天晚上 雅哈塞鲁王睡不着觉 就叫人念本国历史 给他听 黎明前念到 有两个守卫计划杀王 结果莫迪改预报 救了王性命的记载 诶 等一下 莫迪改救了我的命 给了他什么赏赐没有啊 报告陛下 什么都没有 这太疏忽了嘛 我要设法报答他 现在谁在院子里啊 报告陛下 哈曼在院子里 叫他进来 我要问他 吾王万岁 哈曼 告诉我 王所喜悦尊重的人 当如何待他呢 哈曼听了这个话 满心以为 王要尊重的人是自己 心中大乐 就回答说 应当这样对待 王所喜悦尊重的人 就是把王常穿的朝服 和代官的御马 都交给王 极尊崇的一位大臣 叫大臣把王的朝服 穿在王所喜悦的人身上 然后牵着他的马 领牵走遍城里街市 并宣告说 看哪 王所喜悦尊重的人 就如此待他 说得好 我命令你快将衣服和马 照你所说的 想坐在朝门的犹太人 莫迪改这样做 凡你说的 一样不可缺 哈曼牵马 领着莫迪改 游玩书山城街道之后 羞愧气闷的 蒙着头赶回家 这个时候 王的仆人们 来催他赴宴 王后乙思天 你有什么请求 即使是国的一半 也赐给你 王啊 我若蒙陛下的恩宠 请答应我的请求 求你饶了我的性命 也饶了我同胞的性命 我和我本族的人 都被出卖了 如果我们只是被卖去 做努力 我一定不会开口 可是 我们要被灭绝 要造灭种之祸了 好 谁敢这样做 是谁 仇敌 就是这恶人 哈曼 离开九席去御园 王从园中回来 见哈曼 扶在王后所靠的堂椅前 求饶命 他竟敢在宫内 在我面前 凌辱王后吗 王的仆人听见这话 就蒙住哈曼的脸 一位太监说 哈曼在家 造了一个武藏高的吊架 打算吊死 救王性命的莫迪改呢 好 把哈曼吊死在上面 王既知道莫迪改 就像以斯帖的父亲一样 就生他 接续哈曼的职位 我 雅哈随路王命令 被吊死的哈曼的一切家产 全赐给以斯帖 在命令你莫迪改 用我王的名义 颁布维护犹太人权益的命令 并加盖玉玺 永不更改 莫迪改召来王宫众多书记 他口述命令 要他们以各种语文 写下通告 准许犹太人聚集自卫 来保护生命财产 为了纪念王后以斯帖 冒险犯难 永旧犹太同胞的精神 就定了一个节日 叫普尔日 这天用来欢庆 护送礼物 并感谢那位万福根源 在天上的真神上帝 以斯帖在犹太人的历史上 被尊称为敬畏神的民族英雄 他不止有智慧的采取行动 并且将生死置之度外 勇敢地在国王的面前 揭发哈曼的阴谋 这样的智慧跟勇气 让人敬佩 不过以斯帖 并非不害怕 而是因为呢 他先愿意顺服 养父莫迪改的话 然后呢 敬虔地在上帝面前祈祷 我相信啊 在这个祷告的过程中 上帝赐给以斯帖 有智慧 有耐心 有勇气 让他可以不急躁地摆设宴席 等待上帝预备最好的时刻 来揭发哈曼的阴谋 亲爱的朋友 我们也能够像以斯帖一样 来信靠这位 爱我们的上帝 他会帮助我们 为我们赐下最好的时刻 与机会 然而呢 我们需要的就是来信靠他 愿意耐心地来等候 以至于呢 我们就能够来经历到那个 上帝使万事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今天节目就分享到这了 我想送给你这首歌曲 昂首无惧 祝福亲爱的朋友 喜乐平安 我们下回 我们下回空中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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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